有关标准 还要通过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机制进行具体磋商 20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 25号在美国匹兹堡闭幕 与会领导人就金融体系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共识 并且发表领导人声明 承诺将继续实施经济刺激计划 同时宣布20国集团将会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声明说经济复苏的进程尚未完成 许多国家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 私人消费仍未完全恢复 因此各方承诺将继续刺激计划 以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 声明同时宣布20国集团将代替八国集团 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八国集团将在国际经济事务上退居次习 转为主要关注国际安全外交等问题 媒体评论说20国集团升级反映当今世界现状 凸显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重要性 声明承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至少5%以上 将注资超过5000亿美元 用于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的新借款安排机制 声明承诺世界银行应通过一项强有力的方案 体现新兴国家的地位和市行发展问题的重要性 把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处于转型阶段国家的表决权 提高至少3%以上 从而照顾未能充分享受表决权国家的利益 声明承诺在2010年年底前 制定为各国所能接受的规章制度 改善银行资本的数量和质量 将在2012年年底前将其全部付诸实施 声明还承诺各方将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致力于在2010年成功完成多哈回合谈判 声明承诺将竭尽全力 争取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 通过相关谈判达成协议 下两次20国集团金融峰会将于2010年6月和11月 分别在加拿大和韩国举行 各方期待峰会今后每年举行一次 2011年的峰会将在法国举行 本台记者美国匹斯堡报道 20国集团第三次金融峰会已经闭幕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连线本台评论员杨宇先生 请他为此次峰会做一个点评 杨先生你好 那么我们看到哈就这次峰会还是形成了一个领导人声明 承诺将会继续实施经济刺激计划 同时也宣布20国集团将成为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 因此就有人认为说这个20国集团峰会已经超越了当年的八国峰会 您赞同这种看法吗 我觉得很多人都期待着G20能够超越G8 那么这次的领导人峰会从那个声明里面我们看到呢 除了这一次的G20峰会里面达成了比大家预期更多的共识之外 那么对G20本身的定位呢也做出了一个新的定义 那么这是不是说明G20已经彻底超越了G8 或者说完全代替了G8呢 我想也还不能马上下这个定论 第一呢 这个这次的声明并没有对G8来做出一个正面的描述 去描述它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第二呢我想这样的国际新的磋商机制合作